好另外来看到是财政部长张胜和曾经说过这房市已经达到了泡沫化指数了 而台北市9月公布的这个住宅价格指数果然也出现了半年来首度下跌的趋势 这个高总价的成交案减少了学者也认为未来下跌的幅度如果进一步扩大的话 也意味着房市可能会进入全面下跌的时代 台北市9月住宅价格指数下跌高总价成交案减少 尤其市中心的大安信义中正区房价指数下跌3% 中山松山南港续涨整体而言涨势趋缓 学者视为房市反转的讯后 如果未来下跌幅度扩大 意味房价全面下跌的时代来临 确实整个涨势基本上已经非常的薄弱 特别是台北市和新北市 大家也都预期到明年 其实整个叠势会越来越明显 那也就是说叠价的房子会相对的变得更多 政府也希望房价不要再创新高 300万应该不会破了 应该多盖一些便宜的房子 而且能够盖一块钱的租金的房子 主推豪宅市场的建商 有意布局桃园 而都市更新合一住宅和地上全住宅 将是明年建商推案的趋势 我们下期见到明年建商推荐 感谢观看